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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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蕭次長 委員好 市長好 今天我們討論都更的部分 特別只有這兩條 主要是因為我們跟魏環聯繫 希望把這兩條先討論完 然後後面還有其他的條文 我們一起來處理 那市長我想請教你 我想請教你 就有關都更條例的第一條是什麼 第一條就是他的立法的目的 對 那你能把內容稍微說明一下 立法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 改善都市的環境 配合都市的發展 第一條其實是這樣 他最後講說 復蘇都市既能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 是是是 市長我請教你 公共利益是什麼意思 公共利益應該就是大眾的利益 大眾的利益 那包括什麼 包括 經濟發展 社區美觀 這個都包括 照顧社區裡面的弱勢應該都有 都包括 所以這個公共利益 不以所謂的經濟發展為唯一的考量前提 是不是這樣 是當然包括社會利益 那過去我們都市更新看到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所謂的公共利益都在強調所謂的經濟發展跟社區的發展是這樣嗎 所以公共利益很多其他的面向被忽略掉 對 這個才是我們一直要討論都市更新的重要的地方 是不是這樣 是是 好 來 那至少我想請教你 既然經濟發展跟照顧弱勢都屬於公共利益 那在這裡面我想請教一下有關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那政府的角色大概扮演兩個 一個就是政府同時也是都市更新者 就是公辦都更 那另外一個就是政府是基於輔導跟審核決定的角色 是民辦的都更還是要幫到政府來審核許可嘛 所以政府是一個許可的角色 那另外一個公辦都更就是一個執行的角色 他如果是公辦都更的話應該是一個執行的角色對不對 而且要他的面向應該考慮得更寬 特別是所謂剛剛我們提到的公共利益的 公辦都更是公共利益要佔領大多數 來 市長我現在想請教你 都市更新條例裡面27條第四項規定 公有土地上就有違章建築戶 如今嫌疑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後 並給付管理機關不當得利使用補償金及相關訴訟費用以後 管理機關得以該就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 是不是有這樣的規定 是 目前第四項規定是這樣 所以換句話說原來住在這裡的違章戶 它其實可以跟政府來協商嘛對不對 如果它的補償金交了它就可以協商嘛 還有它以前的這個不當得利的部分 不當得利的部分 他們要腳環嘛對不對 它腳環的部分 好 我想請教你喔 如果程序上是這樣 是不是理論上政府都要跟這些單位來協商 是不是這樣 如果按照它的立法的精神 是希望能夠達成訴訟上的和解 那當然要和解的話 當然就必須會這樣 那我想請教市長喔 你知不知道台大的所謂紹興社區 我報紙上有看過 報紙有看到 這個也是都市更新嘛 是 這個它完全跳過協議的程序你知道嗎 完全跳過 然後住戶說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是台大的 那內政部也好 台北市政府也好 從頭到尾沒有跟我們協商過 那怎麼辦 一般來講喔 執行的機關 一般來講都會有協議的過程 我一般來講 整個協議的過程都跳掉 當地的住戶 怨山載道嘛 對不對 還甚至在台大校區裡面去抗議嘛 這個應該知道這件事吧 換句話說這個在公共利益的部分 我們還沒有照顧得很好嘛 連程序都基本的程序都沒有維持好 是這樣吧 我不知道說它有沒有經過協商協商的過程 但是一般執行機關都會先進行 不管如何 這個部分是應該要加強的嘛 對不對 這個部分所謂的公共利益 或所謂的程序 它是協商的 就應該要做協商嘛 應該這樣吧 好次長我再請教你下面 在100年時候審議營建署的預算 國民黨團曾經提出所謂 社會住宅納入都市計畫的附帶決議 然後包括 剛剛段委員執行 段英康委員質詢的說 這個其實是馬英九的黃金十年的政策嘛 你對黃金十年的政策你了解不了解 所以我大概知道剛剛段委員主教 就是說工地收入的住宅補貼 對 不只住宅補貼 還有其他 有關馬英九的黃金十年的政策 他說的是 在短期內即將興建兩千戶社會住宅 另外還有租金補貼的部分 對不對 是這兩個部分 包括社會住宅包括租金補貼 應該是這樣吧 是 好社會住宅你們現在蓋多少 是不是請 1991吧 是不是這樣 來署長 現在正在蓋就是兩處的 只有兩處嘛對不對 而且以後也不知道 那還有那個五處我們給台北市跟新北市 他們去處理嘛對不對 內政部負責是兩處嘛 提供幾戶 呃 呃 呃 五處那個是一六六一 六一嘛對不對 一六六一嘛 然後 那這兩處多少 呃 一個是 將近一千戶啦 所以跟馬英九所說的兩千戶 現在還沒有達成嘛 一個一六六一嘛 大概兩千戶 那沒有嘛對不對 還不到嘛 那其他呢 租金補貼呢 他現在是這樣 租金補貼剛剛段穎也講得很清楚啦 你們越來越少啦 因為公共預算不再撥補啦 是不是這樣 是但這個在預算上發生很大困難 對啊 當然很大困難 這個就是內政部應該經濟爭取的啊 現在把這個租金補貼 本來政府公預算來撥補這個部分已經取消掉了嘛 就是完全沒有 所以就造成現在的問題嘛 就是社會住宅蓋的不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租金補貼也越來越少嘛 是不是這樣 那這樣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弱勢團體或是弱勢家庭 他所應該有的需求 我跟妳報告一下 就是說 在整個住宅政策裡面啊 我們有兩大塊 一個租金補貼 一個購置住宅的租金那個利息補貼 這個其實我們討論過很多次嘛 本來應該社會住宅為主嘛 結果因為吳敦議說要合一住宅就變成都合一住宅嘛 現在一大堆合一住宅但是都賣不出去嘛 因為大家沒有錢嘛 明年齁 明年會把 購置住宅利息補貼這一部分啦 盡量減少 然後把租金補貼這一部分啦 盡量增加 所以其實現在內政部應該做的是兩件事 有關社會住宅這個撥補的部分應該繼續爭取 第二個就是社會住宅能不能增加 因為現在距離我們實際的需求還差很遠嘛 是不是這樣 那還有我們在努力中期的齁 我們 呃 國民住宅用地啊有113公頃 我知道 那我們已經 那個裡面會不會考慮社會住宅 有有有 我們已經出來齁 有27公頃 我知道 大概有一萬戶 所以我的意思是怎麼樣 我的意思是 馬英九的黃金十年 這樣一話又做過內政部長 結果公共也不算算啊 對不對 黃金十年裡面講的最重要就是所謂社會住宅跟住金補貼 這兩樣都沒有達到現在應該有的效果嘛 所以它騙騙就好了嘛 一個升官了一個騙到選票了都結束了嘛 跟委員報告就是社會住宅的部分 大概短期之內會有兩千多戶啦 會達到出席的目標 所以我要求的就是說 這個部分你們內政部你們作為主管單位要繼續 爭取而且要積極努力好不好 市長我最後請教你一個問題喔 嘉義有一個建國二村的都更計畫你知道嗎 是我看過他那個資料 看過他那個資料對不對 是是是 他那個都更計畫本來內政部已經通過了現在退回去 你知道這個事實嗎 我看過他那個示範計畫了 對阿他那退回去的理由是什麼 退回去的理由 可能 馬金啦我知道你們還要查啦 交通動線的問題嘛對不對 我要告訴你的是建國二村這個計畫 是嘉義市的黃金地段 我每天都要經過 然後整片都放在那裡 現在市面上謠傳就是 又包給特定人士了 全部都被綁好了 都被綁死了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阿不會 這一塊是誰負責 嘉義市政府還是國防部 應該是地方政府吧 這是嘉義市政府還是國防部 法委員這一案啊 有把它列為中央的都更案 中央的都更案 各部位是 主管單位是國防部還是嘉義市政府 大家一起一起在推動 你知道現在的問題出在哪裡 市議會曾經質詢 市政府告訴他不是我們的是國防部的 國防部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市政府才是主導單位 都市更新的主管單位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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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內政部以外你們負責協助以外 這個案子是誰 內政部是負責統籌 統籌嘛 我說這個案子的主辦單位是誰 都市更新的主辦單位是誰 我們會找出一個單位 沒有這麼複雜啦 我只問主辦單位是誰嘛 對 國防部現在是委託我們婚署在做規劃 對嘛 但是這個主辦單位 這個都市更新的主辦單位 還是嘉義市政府 現在委員剛才很清楚的齁 主辦單位是國防部啦 但是他整個計劃委託 委託你們的陳香溫署來規劃 對 但是未來還是回到市政府去啦 對啊 應該是這樣 所以現在到現在 最簡單的在我嘉義市 嘉義市很少看到都市更新計劃嘛 但是難得有一個都市更新計劃 這就推來推去嘛 對不對 他說市政府說 跟我們無關的國防部 國防部說 我們就交給別人啊 我們交給市政府給付錢啊 到底算是誰的 那這個問題又怎麼樣 又發生說 這一塊地 在2010年的時候辦理台灣燈會 整個都整地完成了 然後現在傳出來 市面上傳出來說 這個部分 全部被特定廠商已經全部訂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都更最大的問題啊 如何防止特定廠商 如何防止說政府做一個都市更新 結果被特定廠商吃掉啊 整個這麼大塊的地方 總共只有一個公共設施 其他全部由住宅機改回商業區 委員這一件我們來注意一下好不好 這一件喔 我告訴你喔 我在這裡跟市長跟署長報告一下 這個是我一定會從頭聽到尾齁 這個問題這麼嚴重 然後連主辦單位都找不到 在市議院也推來推去 莫名其妙嘛 這是嘉義最黃金的地段耶 結果亂搞嘛 結果亂搞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都市更新 真正面對的問題 所以到最後主管單位是誰也不知道 到最後誰該負責也不知道 到最後怎麼處理也不知道 然後就知道特定人士一定賺取利益的 這個才是都市更新最大的問題來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 是不是這樣 麻煩兩位注意一下好不好 謝謝